欢迎来到美厅 你已经是成年人了,把面子借了吧 网上有个提问,为何我年龄越大,看周星驰的电影越觉心酸 一个高赞回答道,因为活的时间越久,越发现自己好像大话西游里的那条狗 小时候觉得,成为大人是一件很光彩的事情 长大后才发现成长是一个失去体面的过程 最后拼尽全力也只是做到认真且耸地活着 2020年夏天,在乐队的夏天最后一期当天的节目要录制到深夜 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朴树突然站起身来说道 我到点了,我得回去睡觉了 一时惊奇千层浪 其实在说这句话之前,朴树并非没有犹豫 大庭广众之下,又是节目录制现场 在座的几位嘉宾咖位可不比朴树低 即便不是直播,面子上也有些说不过去 但是,在众人一片惊愕中,朴树还是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而且临走前又加了一句,我岁数大了,要回家睡觉了,谢谢,走了 或许在很多人眼中,朴树的做法并不得体 可有什么比自己的保命更得体的事情呢? 事后,他在采访中笑着解释道,当天实在太累了,所以选择回家休息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已不再年轻 如今45岁的他,当年在最红的时候淡出娱乐圈,隐退了十年,期间他生过一场大病 朴树直言,一场病改变了他的世界观 那个时候,自己的世界观可能就180度了 人活着要符合天道,到现在为止,每天都睡得很早 基本每天晚上十点就睡了,早上也起得很早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镜头前丢脸 之前,朴树在接受鲁豫采访时,也在录制中途睡觉 当时,鲁豫带着摄制组去到朴树家,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吃完饭后,朴树说想要睡午觉便直接在沙发上睡着了,旁若无人 朴树本华曾经说过,只有最愚昧的人才会为了其他的幸福牺牲健康 不管其他的幸福是功、名、利、路、学识,还是过眼烟云式的感官享受 说到底,人没有了健康,再多的奋斗和荣耀又有什么意义? 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 2.成年人责任比面子重要 现在职场上流行这一句话,不要大声责骂年轻人,他们会立刻辞职的,但是可以往死里骂那些中年人 其实这句话并不准确,决定你是否有勇气辞职的并不是你的年龄,而在于你身上背负的责任 刚工作那会儿,项目组长大鹏是一个只比我大两岁的东北小哥 一次,因为团队的一次失误将合同上的一个地名写错了,导致项目合约要延期执行 随即,我亲眼目睹了作为项目组长的大鹏面对客户和老板腥风血雨般的混合双打 当着办公室几十号人的面,大鹏不仅被客户讽刺,还被老板骂得狗血喷头 我以为大鹏年轻气盛,即便脾气再好,也得反驳两句 没想到他全程点头哈腰,微笑致敬,直到客户和老板消气为止 说真的,那一刻我觉得大鹏丢脸丢到家了,要是换做自己,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但是,当我从其他同事口中得知项目失败的后果,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年少轻狂 为了这份合约,整个团队前前后后忙碌了大半年 如果客户解约,大家不仅竹篮打水一场空,公司还要背负高额的违约金 而且马上就要到年底了,团队的年终奖铁定也要泡汤了 更别说大鹏是家中的独子,父母在东北老家,身体一直不是很好 如果拿下这个单子的奖金,距离他接二老到身边享福的目标就更进一步了 大鹏丢下所有的面子,只为了扛起属于自己的责任 有句话说得好,历尽千番,归来仍是少年,但是,生活会把每一个成年人打回原形 看过一则短片,一位青年演员问日本的国宝级艺人高田纯次,什么是大人 他回答道,能够负起责任的人,然后有人在问他,什么是活着 他感叹道,应该就是不断的丢脸吧 人到了一定年纪,就没有了叛逆的资格,一个人的成熟都是从丢脸开始的 看过韩剧,请回答1988的人,一定被母亲梨花的一长段告白,感动得泪崩过 大女儿宝拉年少任性,因为学生闹事的事情,被警察找上门,要把她带走调查 当时,倔强的宝拉一声不吭,母亲却一边淋着雨,一边声泪俱下 你知道我女儿是什么样的人吗? 在这一片是学习最好的,甩开有钱人家的孩子,她一直是第一 她小时候的梦想是检察官,律师,法官,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学费,自己做主和老师说,改了志愿 你知道收尔大学吧?我们国家的精英才能考上的 她高中毕业的时候,可是作为学生代表,从校长那里拿了奖学金,数学还是全国前十名 妈妈说的这段话充满了骄傲,所有的不顾形象都饱含了对女儿的爱 然而当时的宝拉并不懂,在她看来妈妈这样卑微的祈求很丢人 为了阻止妈妈继续丢人,她宁愿选择被带去警署 直到多年以后,宝拉回首往事,才明白自己曾经有多么的自以为是 当初觉得妈妈很丢人,妈妈为什么连骑马的脸面和自尊心都没有呢? 我都觉得上火,后来才知道比起她自己,妈妈更想守护的,那就是我 但当时我不知道,人真正变强大,不是因为守护着自尊心,而是抛开自尊心的时候 年少的时候,我们常常自尊心爆棚,觉得面子比天大,绝对不会像生活妥协 后来才发现,每一个委屈自己成年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个不想委屈的家人 就像我那位一辈子不肯弯腰的父亲,第一次低声下气地去求人,只为了帮我凑齐大学第一年的学费 为此他还在最看不起他的堂弟家中等了整整一天 你才有说,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种生活 成年人的世界,家人的幸福,比自己面子珍贵 四,是大人就把面子借了吧 哲学家桑塔耶娜有一句名言,我们的尊严不在于我们做什么,而在于我们懂得什么 成年人的面子,如于饮水,冷暖自至 那个在菜市场和小商贩争得面红耳赤的中年女人,也许只不过是为了想要多省一点生活费 让丈夫的肩膀更轻松一些,那个因为送餐迟到,被顾客训斥的唯唯诺诺,低头道歉的年轻人 也只是想少一个投诉,多几块钱工资,不让家人操心 还有那个再也不参加酒局,再也不和朋友熬夜到凌晨的中年男人,也只不过是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好为家人遮风挡雨 成年人不是不要面子,而是懂得什么时候该把自己的面子放下 你已经是大人,就把面子借了吧 订阅美听,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